這集問的問題就是 他說的這是什麼? 活力素B1 還有什麼?HB101這類的東西 那好 因為我們蕨類多肉的一些植物 效果好嗎? 尤其因為現在夏天這麼夏 總共都沒有說太離想 都這樣 買死買死 其實這個是這樣的 這個維他命B 所以這有一個 它有一個就是說 它其實所謂的一個什麼 這個植物的一個 這個也是挺出名的 它就是有一些 它有些類似的 也是植物的一種萃取的一種成分 比如說 所以這裡面其實有 這個東西都可以用 這個也不是什麼 什麼壞東西 所以包括 你說的這個東西 但是它都不便宜 就是說 這些都是由植物來裡面去提取的 我們也有一個 我們也有一個 這種植物去提取的這個東西 這種協力網 大概跟他們是很類似的 就是說它的成分當然 不可能是一樣 跟一樣的 也不太一樣 所以 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在 這個 國內外都有人在用 所以你可以去用 那麼你說在植類 植類最重要的就是 你是不是要考慮它的 一個日照的問題 植類很多 要吸收 都是因為濕度不夠高 都是因為日照太多 基本上是這樣 那多肉的話反而是反過來 多肉有可能是因為 這貨水太多 所以就要吸動 玫瑰它當然是熱 所以 在這部分 你可以用這些東西 是說我們有一個 剛才說到這個 松樹提取物 雪莉旺 還是像玉米樹 這個都可以 那麼 還是說你手邊有那些東西 你就給它用一用 你如果說沒有 我也沒有 我要來用 看看 我都不反對 我覺得這都是好事 因為既然 我們如果是在種這個東西 種蕨類 種肚肉 種玫瑰 種蕨類 種肚肉 種玫瑰 不是純粹為了生活來種的時候 那麼這個 多花一點點錢去買一點 我們認為好的資材 譬如說像是一隻鳥 是一隻鳥在刺頭 不是刺在溫室裡面 在刺頭 還是刺在這個層口裡面 在垢層口 純粹是刺來刺頭 這種不一樣 是不是它不是工作用的貓 如果是工作用的貓 就吃得比較清菜 大家刺頭的 就要對它多好 這通常 就要用 比較好的 這個 讓它吃得比較好料 有時候要一張 這個費用 比我還要更高 真的有時候 我說這真的 是不誇張 他吃一張 一個罐頭 又吃一顆 什麼 什麼叉叉 那種油 剛好一天 要吃到百二塊 這個也是有可能 那你會去在意這個嗎 不會因為 它是你的親人 那從這個家庭的一份子 這種的解決感覺 所以 你也不是專業在栽培 不是說要去 去算投入和產出 這種的 我們專業在栽培的時候 就是要算投入和產出 我投入多少 要生產出來多少 這個 我們靠那個賺錢的 所以這個 要進去再出來 所以要有這種投入和產出的 這種 這個差別 所以這個是很要緊的 所以這給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下了解到 所以我們請請 都會跟聽眾朋友說 跟我們聽眾朋友提醒 這種呢 這個 提供 盡量 會去幫他 這個 這個 會去提醒 是什麼樣的原因 會去提醒這個成本 為什麼 有的說 我就要用比較好的 對 我也是會幫你提醒這個 計算的成本 為什麼要去提醒這個 這個計算的成本 這個原因很簡單 就是說因為我們 投入 並說我投入這麼多 我 沒辦法 我就是有產出 但是我這個產出 可能和我的投入 就不一樣 不成正比 就不賺錢 不賺錢 只有這身體健康 但是我們 做出味道 當然那個也沒有關係 這 你又何必去在意這些呢 是不是這樣 好